三十多万黑人滞留 广州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被黑化的城市 如今面对他们留下的黑二代 我们最终该如何处理呢 广州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街道 名为三元里 当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 当地不少居民都在这里抗击过英军 所以这条街后来也成为了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然而在一百七十年后 这条街却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号 小非洲 这片地方最多的时候 有超过三十万的黑人居住在这里 当年只要走进这条街 你会发现一半都是黑人 空气中弥漫的都是劣质香水的味道 其实黑人来到广州大都市谋求发展 无可厚非 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 却不能按照我国的法律准绳正常活动 而是与当地居民产生摩擦 造成各种各样的犯罪 当时在听说没有护照就可以为所欲为之后 很大一部分黑人一到中国境内 就会将自己的护照和签证故意丢弃 因为当时户籍信息系统并不完善 所以这对我国相关部门工作的进展 带来了很大不便 加上这些黑人流动性非常大 其具体数字很难被官方统计 所以当时一度传出 三十万黑人入境 数百万黑人在华的尴尬局面 更重要的是这些黑人不仅对当地的治安管理 带来很大的不便 他们还对我国许多民众的思想带来了转变 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 因为是外国人 加上他们的宣扬 导致我国许多民众都有了重洋媚外的情况 更过分的是 有些黑人还自称自己是美国人 然后用美国人的身份去勾搭我国女性 然后千方百计的想要与女子结婚生子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够获得中国的居留权 当时有一档节目还专门采访了这些黑人 他们丝毫不带廉耻的面对镜头表示 如果想要娶一个中国女孩 我们绝对不能说是非洲人 而要说成是美国人法国人 然而他们只顾自己 但是丝毫不顾忌另一半和孩子 因为这些黑人都没有户口 所以导致这些孩子根本没法上户口 以至于他们没有户口证明 无法取得身份证学籍 所以就有很多专家都表示 等这些孩子长大之后 很大可能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 毕竟他们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而且在生活中还少不了被身边人击巢 因为一直处于黑户状态 加上肤色偏黑 所以这些孩子也被称之为黑二代 在黑人问题最泛滥的时候 有一位广州网友乘地铁时 甚至曾经拍到过这样一个视频 在视频画面里 网友所在的车厢里几乎都是黑人 这让他不禁担心起来 会不会因为黑人的繁衍速度实在太快 长期以往会让广州彻底黑化 虽然后来官方出面辟谣 那只是正好当天有个非裔文化论坛 在地铁站附近举行 所以才会集中出现这些现象 不过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 其实我们可以先看看日本的案例 日本最早和我国广州的情况是比较相似的 为了谋求发展 也有很多黑人看重日本东京等繁华地段 去到那里谋生 起初日本政府还是非常欢迎的 毕竟这是国际民众对这所城市的认可 但是久而久之 日本政府就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由于有些黑人好吃懒做 而且十分蛮横暴力 所以他们在日本当地犯下了许多罪行 还没等日本政府出手 当地居民就已经坐不住了 纷纷开始游行抗议 要求相关部门立刻出台相关法律整治 眼看要出大乱子了 相关部门也是坐不住了 联盟召开了紧急会议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而之所以能够完全治理好当时状况的 主要靠三点措施 第一个就是日本政府出台法律 要求日本部分企业不允许招收黑人员工 如此一来的话 就从源头上杜绝了黑人 毕竟长期以往下去 连工作都找不到 他们自然会知难而退 第二个措施则是给这些黑人大放巨额的补贴 前提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离开日本回到自己的国家 要知道这笔补贴 是很多黑人要挣好几年才能挣到的钱 所以为了眼前的利益 他们大概率会选择离开日本 然后申请到这笔巨款 而最后一点就是相关部门 开展了非常严格的人口普查 找出那些偷渡者 然后将其遣返回国 也正是种种措施之下 日本的黑化问题如今已经好了许多 所以我国也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 并根据我国国情 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台了三非的管理政策 所谓三非就是指非法入境 非法居留 非法就业 其政策包括不限于对黑人从业 经商生活等多方面的严格限制 总之随着这项政策的实施 其效果立竿见影 截止到2018年 留在广州工作的黑人只剩不到两万人 而且全部是有合法居住权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外来国家的人来到中国经商从业 也是外国侨民对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 一种国际化的认可 只是他们没有遵守当地的治安管理 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这才让人们对其鄙夷至极 你们觉得呢 判判是那 건� MOOC 我 tunnels 我们 不知道